1969年10月30日清晨 男孩在沼泽旁发现一具尸体 警方很快着手调查 经勘察现场发现 死者蔡斯很可能是从消防塔上坠落而亡 法医解剖结果显示 死者坠落装到了后脑手 如果装到后脑手 就表示死者必须向后倒下 因此死者很可能是被推下去的 但警方已查阅过整个消防塔 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和划痕 甚至也没有死者的 除此之外 法医还在死者衣服上发现一些红色纤维 他可能来自任何一件毛线衣物 警方必须找到他 这边还未定案 小镇上的居民便开始议论纷纷 说凶手一定是沼泽女孩凯亚 警察听到留言后 隔天一早找到凯亚的住处 在房间里发现了一顶红色帽子 而此时凯亚就躲在不远处 面对警方的搜寻 他惊慌失措 准备驾船逃离 不料经被警方发现 尽管他开船逃了许久 甚至跳进湖里多层 都没能逃过警察的追捕 很快凯亚就被带回警局 小镇上的居民对他恶语相向 老律师汤姆听说了凯亚的事 看不惯居民冤枉好人 提出愿意无偿为凯亚辩护 但陪审团都是小镇居民 无论他们是否了解凯亚 都会对其进行审判 因此汤姆想要了解 这个神秘的沼泽女孩 哪怕是一点点 也对官司非常有利 在汤姆的一番劝说下 凯亚这才娓娓道来 他也曾拥有完整的家庭 一家七狗住在沼泽旁的母屋里 日子过得倒也舒心 姐妹几个和母亲很是亲近 父亲经常打骂他们 还家暴母亲 母亲实在忍受不了 在某天清晨选择离家出走 母亲走后不久 她对几个哥哥姐姐也相继离开 小哥离开前告诉凯亚一个保命的方法 如果再被父亲殴打 就跑到辣鬼吟唱的地方躲起来 久而久之 小小的凯亚学会了如何与父亲相处 他会尽量降低自己在父亲眼前的存在感 也会独自划着小船 游荡在一片沼泽地带 这天迷路的凯亚认识了一个男孩 男孩名叫泰特 还把凯亚送回家中 小小的举动让凯亚内心温暖如春 甚至赶向父亲开口说自己饿了 父亲闻言 带着凯亚来到杂货店 老板娘看到凯亚 就知道父亲没送他上学 于是告诉凯亚 一定要去上学 回到家的凯亚 翻出母亲的裙子穿在身上 他想去学校看看 可同龄的孩子嫌他又脏又臭 凯亚退缩了 本想转身离开 却被年轻时的律师汤姆拦下 汤姆鼓励凯亚 每个人都有上学的权利 于是凯亚鼓足勇气走进教室 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同学们的嘲笑 凯亚一气之下离开学校 那也是他在学校度过的唯一一天 在凯亚看来 学校学习的知识 不如他在野外学习的好 于是他又成了那个沼泽里的女孩 有那么一段日子 凯亚觉得非常幸福 父亲不再打他 甚至还送他喜欢的书包 可好景不长 母亲寄回来的一封信 让原本平静的父亲再次暴怒 不仅烧毁所有和母亲有关的东西 还把凯亚独自留在沼泽地 自此以后 凯亚便一个人开始生活 没有粮食 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 清晨在湖边挖两大袋一备 然后送去镇上的杂货店买 换取一些吃的和日用品 老板娘心疼凯亚 给这个光桥女孩做了双鞋子 可再心疼 他也只能尽一点绵薄之力 得知凯亚入狱后 老板娘还给他寄取衣服 第一次庭审开始 凯亚被控诉一级谋杀罪 如果陪审团无意义 那凯亚将被判处死刑 陪审团都是小镇上的居民 他们对凯亚有很大的偏见 无论凯亚如何辩解 都无其于事 因此他没有付出千百倍的努力 时间回到从前 小女孩很快长大 这么长时间以来 除了杂货店老板以外 凯亚没接触过任何人 觉得这天 他发现长距的大树旁插着一根羽毛 第二天放着其他礼物 第三天 凯亚约见了那个神秘人 神秘人就是小时候 帮过他的男孩泰特 得知凯亚不识字后 泰特并没有看不起他 而是教他看书写字 久而久之 两人逐渐亲近 凯亚甚至邀请泰特去家里读书 泰特每周会来三次 每次都会带不同的书给凯亚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两人读了很多有关大自然的书籍 而在这段时间内 泰特十分君子 虽然和凯亚共处一室 但聪明越界 一直和凯亚与朋友相处 可小镇上的居民 却不这样认为 一些流言蜚语传了出来 居民们都认为 一个年轻女孩独自生活不道德 会让一些小年轻犯下错误 因此福利院的人找到杂货店 想通过老板联系凯亚 把凯亚带到集体宿舍生活 老板当然不会出卖凯亚 打发走福利院的人后 老板把这个消息告知凯亚 为了不被带走 凯亚会经常躲进树林 还会用树叶掩盖足迹 和泰特的见面 自然也就约在了室外 渐渐的两人坠入爱河 不过泰特很尊重凯亚 每次亲密 都只是轻轻小嘴 从不愉悦 生日那天 凯亚想要把自己献给泰特 就在最后一步时 泰特突然停了下来 他是很想要凯亚 但他更在乎凯亚的感受 不希望凯亚为他受到伤害 司机交替 泰特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 这就代表他必须离开这片肘子地 凯亚天后很是伤心 泰特向他承诺 一定会回来娶他 临走前 泰特还留下一份出版商名单 在相处过程中 他发现凯亚才华横溢 觉得凯亚对尸体生物的绘读和笔记 一定能出版成功 让凯亚以后不用每天去挖一辈 艰苦度日了 凯亚不在乎这些 只在乎泰特会不会回来 泰特向他保证 一个月内肯定回家 就这样 凯亚依依不舍的送走泰特 泰特走后 凯亚把情理都放在灰质图册上 以防自己思念泰特 一个月很快过去 到了两日约定这天 凯亚身装打扮 还抹上妈妈留下的口红 在湖边兴奋的等待泰特归来 可从日出等到日落 又从日落等到日出 始终没有等到泰特 这时 凯亚才意识到 他再次被抛弃了 回到家 他烧掉所有与泰特有关的东西 发誓以后疯心所爱 对他而言 爱情 亲情 都是浮云 只有沼泽地才是真爱 几年后 开发商看中这片沼泽地 以及凯亚的红木屋 想把这里发展成旅游圣地 凯亚慌张的找到老板娘 询问情况 老板娘告诉凯亚 想要保住房子 就得有证据证明 房子是他的 比如房契地契之类的 可经相关人士查证 凯亚的房子欠了800美元税款 如果凯亚能补些税款 那房子就会属于凯亚 为了筹钱 凯亚拿出泰特 给他的出版商名单 试着给出版商寄取作品 看能不能赚到钱 等待回复的时间里 凯亚遇见了蔡斯 也就是开篇的死者 蔡斯很喜欢凯亚 带凯亚上消防塔 参观整片实地 和泰特不同 蔡斯追求凯亚很是疯狂 也很是主动 刚开始凯亚不适应 但时间一长 他还是沦陷了 毕竟已经孤独了这么多年 有个人陪伴也是好的 两人谈情说爱期间 凯亚收到了出版社的回复 出版社对凯亚的作品非常满意 希望在短时间内编辑和出版 凯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蔡斯 晚上 两人在沼泽边喝酒庆祝 蔡斯给凯亚画饼 说什么以后会决凯亚为妻 实则是为了让凯亚陪他去别的小镇 给父亲的商店订货 去往外地需要两天一夜 两人肯定会住在一起 也就是在这里 凯亚献出了自己的第一次 完事后 他送给蔡斯一条贝壳项链 也算是两人的定情信物 一年后 消失的泰特回来了 看到曾经的恋人躺在别人怀中 那只会别提有多酸爽了 不过泰特非常君子 没有打招两人 而是选择离开 谁知蔡斯竟是个流氓 把凯亚当作玩具 还和朋友侮辱凯亚 这些话恰好被路过的泰特听到 两人因此发生冲突 泰特戴着一顶红色帽子 和蔡斯争执途中 被蔡斯一把扯了下来 这就解释了 蔡斯衣服上为何会出现红色纤维 泰特得知蔡斯的为人后 担心凯亚被骗 决定告知凯亚蔡斯的真面目 谁知他的出现直接让凯亚抱走 凯亚不但不相信他的话 还满怨他当初抛弃自己 泰特也很后悔 他向凯亚道歉 请求凯亚的原谅 希望能和凯亚重归于好 看着眼前真诚的泰特 凯亚内心有一丝动摇 可错过就是错过 两人也不再可能 隔天 凯亚去镇上购物 无意中遇见蔡斯和他的未婚妻 凯亚这才明白 原来泰特说的都是真的 得知真相的凯亚痛不欲生 突然 他听到屋外传来动静 跑出来一看 是蔡斯来了 他不想听蔡斯辩解 于是便躲了起来 等蔡斯走后 凯亚穿个丛林 来到沼泽边 生死力竭的大海 发现心中的怒火 这个孤独的沼泽女孩 再次遭到抛弃 他痛苦不已 不久后 凯亚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书 以及一笔可观的稿费 对方表示 下个月会去格林维尔参加会议 希望凯亚能一同前去 有了稿费 凯亚不仅补齐了税款 成功拿到房契 还把屋子重新装修一番 某天 小哥朱迪突然回来 看到凯亚过得如此潇洒 他很是开心 其他兄弟姐妹他没联系过 不过对母亲倒是略知一二 母亲曾写信回来 想要接走孩子 但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不仅如此 父亲还威胁母亲 如果再敢写信回来 就把孩子们全打死 无奈之下 母亲只能暂时放弃 开始打工攒钱 并寻找律师 希望通过律师夺取抚养权 可天不随人怨 母亲还没攒够律师费 就患上了白血病 不久前已经过世 得知这些后 凯亚终于放下多年的心结 也原谅了母亲的抛弃 小哥朱迪走后 凯亚决定忘记蔡斯 重新生活 谁知蔡斯这个渣男 不满自己被抛弃 在沙滩上找到凯亚 对凯亚大打出手 凯亚不是好惹的主 立刻反击回去 蔡斯愤怒不已 想要当场侮辱凯亚 危机时刻 凯亚抓起一旁的石头 狠狠砸向蔡斯 趁蔡斯疼痛倒地时 凯亚起身准备逃离 离开前还不忘赏给这个渣男两脚 在之后的日子里 凯亚为了躲避蔡斯 经常睡在沼泽地里 家里也被搞得乱糟糟的 泰特听说凯亚的遭遇 建议凯亚去格林维尔参加会议 这样既可以继续绘画 又可以躲避蔡斯的骚扰 临走前 泰特把那顶红色帽子扔给凯亚 这就解释了 警方为何会在凯亚的房间 找到红色帽子 天一亮 凯亚找到杂货铺老板 向他索要了公车时间表 老板知道凯亚遭受了什么 劝凯亚报警解决 凯亚不想再惹获上神 小镇居民对他有偏见 如果报警 人们多半会指责他卖淫 或者想嫁入后门 老板虽同情凯亚 却也无可奈何 他知道 世间最大的罪恶 是不可改变的偏见 案发当天 凯亚穿着漂亮的裙子 精心打扮一番 坐上了去往格林维尔的大巴 生活在沼泽地的凯亚 对沼泽地各类动物的认知和了解 已经达到顶峰 他的专业知识 令出版商赞不绝口 这场会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因此凯亚当晚并没有返回小镇 而是隔天一早才回去 谁知刚回去就被警方抓捕 说他杀害了蔡斯 法庭上 汤姆把凯亚的经历威威道来 可检方却认为 蔡斯和凯亚有感情纠纷 凯亚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他先是把蔡斯引诱到消防塔上 将其推了下去 然后抹掉所有足迹和指纹 对于这项指控 汤姆向法庭定交了潮汐表 案发当晚 即便是死者自己走上消防塔 脚印也会被掌潮退朝抹去 因此清理足迹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检方继续提出新证据 蔡斯身上的红色纤维 和在凯亚家发现的红色帽子一样 这更好解释了 那顶帽子压根不是凯亚的 而是泰特的 案发前不久 泰特和蔡斯发生过冲突 蔡斯一把插下泰特的红帽子 纤维也就是在那时留下的 检察官不死心 把蔡斯母亲送上证人席 据母亲回忆 案发当天 他亲眼看到 蔡斯脖子上戴着一条贝壳项链 项链是凯亚送给蔡斯的 蔡斯一直戴着 从未摘下 可在蔡斯出事后 项链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如果凯亚不是凶手 谁又会拿走那条不值钱的项链 可警方已经搜过凯亚的住处 并没有发现什么贝壳项链 而且蔡斯出事当天 凯亚一早就离开小镇 参加了出版商举行的会议 晚上和出版商一起吃饭 然后回酒店休息 隔天一早才回到小镇 检方根据这条线索 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当晚凯亚没有住在 事前安排好的酒店 而是住在离车站最近的旅馆 一晚上的时间 凯亚完全有可能坐车回去 杀害蔡斯 然后再赶到格林维尔 对于这项指控 汤姆早有应对之策 首先 一般司机没见过凯亚坐车 再者 就算检方的推测成立 扣除坐车的来回时间 只剩一个小时 这就表示 凯亚需要在一个小时内 约蔡斯到消防塔 然后杀人 再毁掉所有证据 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来说说凯亚 六岁被父母抛弃 一个人独居沼泽地 靠挖背为生 没惹到小镇居民 却被居民谩骂和排斥 除了杂货铺夫妻俩 人们从没帮助过凯亚 甚至还给凯亚贴上标签 说他是沼泽怪胎 汤姆请求陪审团放下偏见 根据事实做出判断 而不是用多年听到的 流言蜚语来判断 经过漫长的讨论 陪审团意见终于达成一致 法官宣布 凯亚的谋杀罪名不成立 蔡斯的死被判定为意外 凯亚激动地感谢 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不久后 凯亚和泰特重归一号 两人继续研究尸体生物 凯亚成为著名的生物学家 泰特一直陪伴左右 从日出到日落 从黑发到白发 在生命的最后 凯亚终于看到了 莱吉达的母亲 也看到了年幼的自己 次日 泰特在船上发现凯亚的尸体 她痛苦不已 这颗沼泽女孩 把一生都献给了沼泽 整理一步时 泰特发现了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她从没见过 里面记载了 她和凯亚相知相爱的故事 其中还有蔡斯的画像 看到日记的最后 泰特发现了那条 消失的贝壳项链 看着眼前的项链 泰特仿佛明白了什么 随后 她把项链丢进海里 让一切真相和 沙滩上的脚印一样 在海水一遍又一遍的冲刷下 消失的无影无踪 沼泽深处的女孩 到这里就结束了 毋庸置疑 杀死蔡斯的凶手就是凯亚 不过蔡斯当年玩弄 并殴打凯亚 烂人一个 被凯亚干掉也是理所当然 那父亲的离去 会不会也没那么简单 毕竟父亲是凭空消失 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